你们两个人 知道你们两个人要什么吗 男方是奔着结婚去生孩子去的 我知道 目的性很强 对吧 女方你知道你要什么吗 我觉得是 但是是 她能够去关心我 那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直觉得 她隐瞒你年龄和名字这件事 在你这儿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你觉得这件事 这儿是你忍无可忍的事情 在她那儿却觉得 这没什么 我就是满你年纪 满你名字了怎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可能感觉我这个人 好说话的那句女孩子吧 没错 你自己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 你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一直在重复纠结这一个问题 但是你没有明确你的态度 如果你当时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拖到一年之后 到现在才去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不是我在纠结 是她 是你的心在纠结 因为你心碗 是她一直在缠着我 是她一直在缠着我 这一年你都在提分手吗 对 就是你知道了她的年纪 和她的名字之后 你就跟她说 我不跟你好了 但是她一直在缠着我 所以啊 还是你的问题啊 我一天打电话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地明明 换号啊 很多方式可以让你离得开她呀 所以这是女方的问题 那男方是什么 你知道她为什么 一直要挑你的礼吗 因为她跟你不是一条轨道上的人 你要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要生孩子要结婚 你知道她愿意跟你结婚吗 你说珍惜 什么叫珍惜啊 强扭的不叫珍惜 对吧 如果她已经明确表示 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一段感情 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你 你再怎么努力 再这样子缠辣打 没有用 况且你对她也不是爱 你对她是什么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再不抓住这个姑娘 我再找一个 又得耗好几年进去 我爸妈那逼婚 催着要孙子 我怎么办 所以你对她是完全要求 我现在认定了你 就当我媳妇了 好 你给我按照我媳妇的标准 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你把她当成你的爱人了吗 没有 所以你也不是那么爱她 女孩子这儿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她其实都不知道 她自己要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做一个主导者 那当初她就不要接受我们的 不要跟我在一起嘛 是啊 那你当初也不要骗人家 你的名字和年纪啊 对吧 骗我是说理由 所以这个不要再说理由 骗就是骗了 这是善意的谎言嘛 你不用说你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啊 在感情当中隐瞒年纪 算善意的谎言吗 以后她认可了 我被告诉她 真实年龄的嘛 那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切都是谎言的时候 这段感情有什么意义呢 这感情开始的基础 就是以一个谎言开始 你觉得它继续下去 还有意义吗 你知道吗 以前我就是因为 实话实说才导致 这样的原因的了 你以前的感情失败 绝对不是因为你实话实说 说说可能说太老实了 不是你太老实了 不是你太老实了 你没有发现你自己身上 在感情当中出现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人太挑剔 好吧 谢谢 小伙子 你这次绝对来对了 你来对的理由 不一定是你会挽回她 就是 我也是 在感情中说我 是你前面的 不一定是你 好 那我赶紧 你去那里 我来找 banget 我去那里 我找跟你讲 你去那里 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